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大家 在跟大家講這個教導師的之前呢 我想給大家介紹一下我自己的經歷 和很多留學生一樣 我在英國那會兒為了賺一些生活費 就是打過這份工 我做過課堂服務 刷過盤子 在外場裡買過電腦 甚至我在一家這個 農業的創業公司裡面呢 化療過馬的材料和糞便 這些馬應該比較高端了 據說是屬於女王 所以呢你在化療和糞便的時候 可以感受到那種 濃郁的皇家氣息 但是呢 即便那次 我那時候獲得的報酬 差不多是每小時 新放左右 而英國那時候規定 國家最低的實行標準 是每個小時五一萬 所以我的打工生涯是比較苦力的 直到我讀博士不開始 那麽在劍橋呢 很多博士會有這樣做 supervation 這樣工作的機會 簡單的說呢 在其他地方它就要稱為這個 TA或者叫做宿教 就是我們給這個本科的學生呢 上這個專業練習課 那麽做宿教的時候呢 差不多是每小時六十到一百二十一萬 具體的說是取決於你同時教授學生的數量 那你的空洞呢其實也就是給學生 這個出一些練習題題 批改一些作業 然後做一些講評 基本上是這樣 當然了 如果妳正好有一個學生名叫Jesse 然後呢 他擁有兩舊式的貨車的話 妳可能會轉得更多 那總的來說呢 做這個宿教的報酬 相比於我們 當時英國的最低實行標準 已經高到十幾倍 而我們的大學 之所以願意付給博士生這樣的報酬呢 主要是因為那些 擁有正式的教職人 他們其實 人力就更高一些 那相比之下呢 博士生其實是一個比較嚴格的 當然我們也是很開心的 那所以如果我們把教育看成是一個 經濟學上的一個教育過程的話 那麼 在它的成本的結構裡面 人力成本 應該是一個站在比較大的成本 我們也可以把教育行業認為是一個 人力批行的整個行業 其他的成本可能有一些 長地的成本 行政運營的成本 如果我們考慮學生專 在教育過程中考慮學生專的話 可能還會有些學生的交通 我們去做成本等等 那今天呢 主要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技術創新 特別是人生智能 是如何來影響或者改變 我們這個成本結構中的能力成本 那要說明一下是呢 今天我們談論的技術創新 是非常狹義上的技術創新 就是真的是技術 我們不會去談論那些 利用一些不發達的國家或者地區 但是他們的官方語言是英語 那邊的一些廉價勞動力 來代替我們這邊一些 原有的比較昂貴的勞動力 去教授音樂課這樣的例子 我們不談論這些 那要談論這個 人力成本的降低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一個老師的時間分別是什麼 以我個人為例 我們每次上一個小時的宗教課 基本上要花半個小時在備課手 然後再花兩個半小時左右的時間 給我的學生劈感作業 如果我們考慮到這個教學 它有不同的目的 它有不同的受眾 那每個老師這個時間分配來 其實是有些不一樣的 但是一般而言 對於一個在教學一線的老師 特別是非高等教育領域的老師來說 他有一半以上的時間 是給學生在劈感作業的 這個大家應該比較好看 並且呢 這個批改隊的時間累積以後 它並不會產生什麼 額外的價值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有一個十年教鄰的老師 另外一邊呢 有一個一年教鄰的老師 這兩個老師相比較的時候呢 教鄰時間更長的 這兩個老師在課程掌控 知識傳達 或者是學員心理的 這個把握的情況下 會比那個年輕的老師有些優勢 會有經驗的之類的 但是如果我們考慮 批改作業這件事情 這兩個老師其實沒辦法 因為批改作業 其實並不需要這樣之類的 正是因為批改作業有這樣的特性 所以我們之前已經有很多的人 嘗試的去改變它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用這個鉛筆去圖 達提卡這樣的事情 對吧 那麼掃描達提卡 之所以沒有成為 這個教育產業裡面 一個重要的技術 核心 它的核心原因是 達提卡只能解決 一小部分問題 它只能解決客觀題 也就是答案比較唯一 選擇題 或者是那些判断題 這樣的題 而老師批改作業題 本來就很容易 很快 一個老師70%的 批改作業的時間 是用在批改作觀題 也就是那些答案開放 答案不歸一 類似於作文 類似於檢答題 或者是需要批改一些過程 這樣的題 而在今天 由於人工智能的幫助 像這一類的主觀題 也已經可以由計算機 完成自動化的批改 並且這部分的技術 在逐漸地變成成熟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英語作文的問題 就是基於人工智能的引擎呢 現在計算機 已經可以很好去找出 學生習作中大部分的 拼卸以及語法處 就在塗上這個紅色的部分 然後呢 有一些可能語法上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用詞再重複了 或者是比較低級的地方 即使今也能夠做出提示 就是塗上藍色的部分 然後呢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 它實際上還能做出一些 比較簡單的修改 點出一些意見 如果我們看一些更高 的東西 就是我們考慮這個文章的切齊性 就是這個文章有個編題 我們考慮一篇文章的組織架構 你是採用了開頭或是分種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構 我們考慮於這個論點的展開 我們來看有一個具體的 一個論點 你有沒有合適的論據 從這些維度上 計算機其實都已經能夠 對這個我們的 文章做出一個比較好的評價 這也就是為什麼 有許許多多的國外的標準化的考試 比如說大家比較熟悉的 有托福啊 GRE啊 G版和這些考試 他們在實際的考試中 精彩用的計算機進行批改 我舉托福的例子 托福其實從2006年開始 它的作文部分 就是由計算機來進行打分 學生的作文 一直都是由計算機 成為一個分數 然後由老師再批另外一個分 兩種相加除以二 就是這個學生最終的得分 而且已經有很多的論文 或者說很多的研究 以及大量的統計學上的證據 Solid evidence 去證明 採用機器加人工這樣的批改方式 比我們傳統的使用 兩道人工這樣的批改方式 拿得更有效和準確 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計算機 是沒有情緒的 它也沒有身體壯 它不會生氣 不會覺得疲倦 所以它的批分的一致性非常好 你今天給計算機一篇這樣的作文 按照這樣的標準 得到了一個分 一個月以後 同樣的計算機已經 打的分還是一樣的 但若是一個老師 同樣一篇作文 它相隔一個月時間來批的話 可能就會有些機制性上的問題 所以據我所知 我們在五年內 會看到越來越多的考試 採用這段時間來進行批改 特別是五年內的考試 我們再來考慮一下這個英語的考慮 那麼現在的這段時間呢 已經能夠很好的 對學生的這個名 語調 語速 重音 等等的這個 評分的圍度 進行打分 我們大家可能也 在平時的生活中 使用過一些具有即時反饋功能的 這個 語音更渡之類的 軟件和態度 然後呢 我們有這個PTT 就是陪生的考試 以及有一些簡單的對話功能 我們國家的廣東 以及江蘇地區的 中考英語口語 已經有幾段時間進行評分 那麼 我們對於一個低齡的小孩來說 假如說老師給他佈置了一些這個 朗讀啊 或者課程背誦這樣的作業 現在已經其實不需要老師或者家長的監督和參與 完全就可以由計算機來完成檢查 甚至在某些特定的這個指標上 舉例來說 在這個學生的發音上 如果我們看我們國家的這個教師的平均水平 我指的是包括中興地區的教師的平均水平的話 計算機可能做的比人工的平均水平還好那麼明顯 那比如說聽寫題 我們也不再需要一個老師走到講台上 視覺學生抱這個單詞 也不再需要我們事先通過人工具 預錄一個聽寫的子彈 因為我們有了語音合成技術 所有這些聽寫的這個材料 都可以由計算機的語音製造來生產 我們做一些問題的時候 也會有一些不一樣的 就假如說一個學生的答案 和這個我們的預設文革答案 稍微一些不一樣的時候 計算機可以通過一些簡單的語音分析 做一些智能的談判 比如說在我們的系統裡面 有一個老師來講 太空人這個英語的單詞是什麼 我們預設的標準答案呢 它是什麼呢 這時候有一個學生上來搭了Space文 起碼在我們的系統裡面 這也是會算對的 那反之一呢 我們的Haven 天堂、天國或者天上神國 都是對的沒有問題的 這不光在英語上 如果我們考慮一下這個中文的簡答題 現在計算機已經能夠自動地去 去匹配學生的回答 以及我們標準預設的這個彩分點 並且呢 這個匹配是語意少的 它不是簡單的一個關鍵字 舉例來說呢 一個學生的回答可能包含了 我這個標準答案裡面的每一個字 但它不一定是對的 那還有一些特殊情況下 計算機能夠對一些類似於錯別式這樣的問題 做一些預先的處理 所以一個學生不會因為說 我不行你打錯了 而丟掉整個產分點的分數 那在數學上呢 計算機已經很好地幫助我們 人類的數學家 設定了四色定理 這樣比較高深的問題 由於大部分的數學體呢 都可以看穿成條件 以及條件的推導 我們可以利用計算機 它的窮取 以及自動窮進的一些功能 自動地去驗證 我們用戶它的解答過程中 它的每一步 適不適於我們已知的 所有的數學功力 以及定義相往 那這部分的應用呢 在我們這個知識範圍比較窄 局限性比較大 K12階段 也就是我們常說的 小學到高中這個階段 這部分的數學體 已經有很好的應用 甚至在一些圖形圖像上 而計算機也可以說 自動地判定 我們學生這個作主 有沒有經過 我們這個作標桌上的一些特定的點 然後它這個圖形的開口 它的這個圖形的形狀 是否適合我們標的答案 比較類似 但這件事情是不要求 非常非常精確的 把這個圖形畫出來 類似的 這跟我們在實際中 在哲學中的這個經驗 是一致的 那麼除了這個 人工智能能幫助 前面說的 能不能幫助 能批改一些作業以外 它其實還是可以幫助 老師獲得一些 額外的信息 我舉個例子 如果有兩個同學 做一道選擇題 兩個同學都選了A 我們在傳統的這個 智力練習的時候 老師可以講的是 這兩個學生 他們對某一個知識點的掌握情況 是一致的 但是通過對行為數據的挖掘 我們發現其中一個學生 在選A之前 他喜歡選B 而根據通知呢 B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疑惑項 那我們就可以假設 這個學生是不是 他長得了其實沒有那麼紮實 我們再進一步 如果有兩個學生 他們都曾經是選了B 再選A 但是其中有學生呢 是過了0.5秒以後選B 另外有學生是過了5秒以後選B 那0.5秒那個學生呢 很有可能是一開始他做對了 但是不小心點錯了 一步無超過 我還要舉一個特別好玩的例子 大家回想一下 我們做這個閱讀題的時候 有一類的題目是需要我們去 在原文中找到 與製造題對應的那個信息 相關的那個段路 再進行解法 對吧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學生在做這道題的時候 他反反之復 上上下下去 脫痛的那個溫度條 也就是他把一篇文章 從頭看到尾 再從頭看到頭 明顯地撈過了平均值 那即便他最後 他的答案是做對了 我們也可以認為 他是不是這個 閱讀的定位的理學加強 那類似的技術狀況其實還有很多 如果大家留心觀察的話 我們會發現 就此時此刻 今天我們都會令一些考試 已經不再是入定了 而是動態的 比如說G-Mate考試 它是知識應的 我們的學習 我們學習資料 學習過程 學習途徑 學習的節奏 也都可以在人工智能的幫助下 變得是動態 變得是知識應 並且今天我們給大家介紹的 所有這些技術狀況 全部不科幻 全部都已經或多或少 不同程度上進行商務的節奏 包括我自己的公司在內 有很多這樣的教育科車公司 在把這樣的信息 推向教育一線 那麼 我是不知道這個 所謂的基點什麼時候到來 但是作為一個教育領域的從業者 我有一種三億越南的感覺 就像這個 我們智能手機 它的革命需要很多 各種技術成熟 一樣 我們的教育革命 其實除了這個公平感 這時候 可能還需要很多條件 而這些條件 在此時此刻 是不可知的 我唯一的感覺呢 是 我們正在一個 加速度 不斷地去 接近等級 對此我充滿期待 謝謝大家